自然的压命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 台湾的西南海岸 也有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堆积的 堆积海岸 冲击的平原 所以呢 在没有其他的因素 加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慢慢的压命 包括地震火山爆发等等 那人为的因素最主要是 把地下的石油或是水抽掉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地表的这个贺颂身家的 那就是比较简单的因素 台湾的地层下限的这个原因 大部分它还是把它归到 这个地层下限的部分 这个待会我们再详细讲 那这边虽然是用 云林县 事实上应该是从整个 张云地区 沙水溪冲击平原来讲 那彰化跟云林 它是在整个 沙水溪的冲击平原 这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冲击平原 那之所以会有这个冲击平原 是因为沙水溪它是一条非常有生命力 非常业 非常有野性的一条溪 那它 有史以来呢 它就不断的在改造 所以 沙水溪最早的名称叫做 虎尾溪 虎尾溪 它像那个老虎的尾巴一样 扫来扫去 扫来扫去 最北呢 扫到这个现在的旧索水溪 又叫做东罗西 就是在彰化 彰化这个地方 这个 包括这个皮头 浦岩 这条 东罗西 旧索水溪 最南曾经扫到这个现在的北港溪 现在的北港溪就是 佐水溪有一次大改造冲出来的一个河道 所以我们可以说 就佐水溪到北港溪 它走夹起来这个善情 就是佐水溪的冲击善 冲击平原 那这个跟在云林的东南方的这个玉山 有很大关系 就是说 包括玉山 包括阿里山 包括草岭 事实上它都在同一个地方 在我们如果土看得出来的话 它都在同一座山的前后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全台湾造山运动最旺盛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走这个阿里山公路 或是新公盒 或是草岭公路 这几条 几乎都是全台湾 这个花钱花税多的几条公路之一 非常会崩 之后它就降到这个丘陵地 在云林那边是斗六丘陵 那在彰化这边就是这个八卦山的这个台地 那它整个是一个通缉平原 它的这个寒水层非常发达 这个在我们会再讲 那原来它的沙 这个海岸是沙收非常非常多了 那彰化是有非常宽广的朝间带 那个朝间带 大家有去感受到那个朝间带有多宽吗 最宽的有六公里 所以从你沾到水 从你的脚底板沾到水 走到 腌到膝盖可能要走两个小时 非常广 但是这种地形已经慢慢在改变 特别在云林那边 因为六亲抽杀造物的关系 所以你 从你的脚底板沾到水 可能走没几步就冬 它整个海岸的地形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那它以前是一个沙洲密布的 特别是云林这边 那这个是周水性造成 那彰化这边最主要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朝间带 那我们从这张图来看 那抱歉 那个图可能 应该还是看得清楚了 台湾的朝山运动 我认为这个主轴大概是顺着这个作用力 大概是顺着这个方向 这是海岸山脉的最高山 是在那个成功的新港山 那这是玉山山脉 那这玉山嘛 台湾最高的山 这是周水西口 三点我们把它连起来 几乎是成一直线 所以这三点 它就是在整个板块运动撞击的 那个作用力的那个轴线上面 在那个轴线上面 那它就会造成说 当这个东部在台湾的时候呢 事实上西部它会下降 下降 这是一个板子嘛 我们把一边抬起来的话 另外一边会沉下去 会写下去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熟悉地理课本 会说 台湾的西南海岸 不是属于那个 所谓的堆积海岸 沉积海岸吗 不是下沉海岸啊 那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它本身是有那个下陷的景象 那其中这个下陷景象 最高的就是在这个轴线的 西端的左水西口附近 所以事实上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彰化云林 它本身就有地层下陷的景象 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自然的趋势 所以不全然是因为 抽地下水的关系 那这个自然趋势呢 目前又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干扰 那这个趋势就更明显 那这下就是说 台湾虽然有这个板块运动 造成这个中部台山西部会下降 但是呢 中部几条核酸 它的输砂量都非常大 特别是左水西 它的输砂量非常大 那导致它的海浦 海浦新生地呢 是非常的发达 所以它海岸不只看不出来下沉 而且是堆积出去的 一直长出去的 因为呢 在上游它不断崩落的这些杀石呢 它会带下来 那 那个程度非常发达 那个 九二亿之后 各位知道有没有去看那个草岭 潮岭潮 九二亿之后形成的那个潮岭潮呢 容量有五百万立方公尺 等于现在的那个湖山水库的容量这么大 所以当初也有人就提议说干脆就把潮岭弄成一个水库这样子 事实上 这个潮岭潮的形成不是这个第一次 有历史记载以来 已经生成了至少四次或是五次 潮岭潮 那平均大概30到40年就会形成一次潮岭潮 跟整个嘉南地区的大地震的频率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只要每次有比较大规模的地震 他就会形成那个岩色湖潮岭潮 那这个除了九二一那次之外 前面几次最后都是以崩坝 道中 就是后来这个岩色湖越圆越高 那个水量越来越大 那个土蹄 承受不了就崩坝 崩坝之后他就把整个清水溪 沿岸的这些土石全部往下带 那最大规模一次 他就在这个今天云林的四湖跟口湖之间 冲出了一个海风岛 冲出了一个岛 那那个岛现在不见了 那包括说台湾最大的离岸沙洲 外山顶洲 也都是索水溪流域的这些沙石 那么过去在洪水的时候 整个把它带下来 所以这个外山顶洲是云林县的 这个不过现在全部都跑到嘉义县去了 所以过去因为有这个河川的疏杀作用 所以导致整个台湾的西南沿海 大部分地区的海岸都是形成海浦地的 所以你看不出来那个自然下陷的那个趋势 就是他事实上是有沉下去的 但是你他长出来的更多 所以你看不出来他下陷 好那这边就连带讲到那个断层 我们刚才也知道这个板块运动 东部抬升西部下降 但是这个板子不是那么均匀 所以呢 他到中间的地方他就会折断 那大部分就是在这个丘陵带 丘陵带 所以包括那个刚才知道讲的 赤隆普断层、清水断层这些都是 那台湾断层最密的 大概中部地区的丘陵地是一个重点 那这是张允地区的非常多的这个断层 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 公认会引起比921更大规模的地震的一条断层 彰化断层 彰化断层的那个长度是这个赤隆普的 这个大概多100公里 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那丘化断层就会影响到整个 走水溪冲击平原的一些水文的活动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讲 所以我们看这个是整个中部地区 它的一些大断层的这个分布了 我们来看这个彰化断层 921之后那个彰化断层 我们对很多台湾对于断层的了解 都是日去时代建立起来的 国民政府来之后对于这个地区的调查非常的少 有的都是921之后才补上去的 那以前认为彰化断层就是 一直到这个佐水溪的北岸 921之后就发现说 它是跨过佐水溪 又跟云林这边的枫树断层 古坑断层 甚至连到梅山断层 所以 看整个彰化断层 事实上可能都一时延伸到嘉义去 非常大的一条断层 那这个我用云林 彰化的也类似了 他有非常发达 云林 彰化 还有 宜兰 这三个地方大概是 台湾地下寒水城最丰沛的地方 那最主要是他的寒水城非常发达 那 彰化跟云林 大致都是分成四个寒水城 他是有三个不透水城 跟四个寒水城 所构成的 那 这些寒水城形成的原因 跟刚刚志豪在讲那个 大渡山的那个地质有点类似 就是 这个寒水城 它的结构就是 以这个比较粗的 历净的 这些历石或是沙为主 它的透水性非常好 那这个不透水城 它最主要就是 黏土或是叶岩 然后又涂了一层 那这样子 那这个最上面这层 通常就是雕土 大地震来的时候 土石流 大规模的土石流 它就冲出这一层 这个 海水城 然后呢 没有大地震的时候 它就是 平常的河川泛滥 平常的河川泛滥 所以它带来就是 比较细颗粒的 这些沙跟泥 特别是泥的部分 它可以带比较远 所以它就形成 植地比较 致密的这个黏土城 然后下一次的 大规模的造山运动 又从上游 带来非常大量的这些历史 所以就又形成了一层 所以 这个就是因为佐水溪 巴原 那佐水溪主要的源头 是在河湾山这边 所以我们有一次的游爱课程 也 会去看这个佐水溪的上游 佐水溪流域 几乎没有什么水库 最有名的一个水库 就是那个万大水库 万大水库 就是在那个阿万大那边 那个是佐水溪流域的 唯一一个比较有名的水库 好 那 另外一个巴原地就是玉山 玉山 那 这个地方 正好是 我们刚才讲的 全台湾造山运动最发达的地方 所以它土石不断的在丰落 不断的丰落 所以 也是 它会形成这样子一个非常发达的 寒水层的这个结构了 那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 它这些 寒水层的水从哪里来呢 是从 冲击山的山顶 山顶的地方 那 什么地方是山顶呢 就是河川 出山的地方 流出山地的地方 基本上 台湾的河川 它在 还在山地的时候 它不太会 升到地底下 因为它是留在烟盘上面 除非它遇到地层的裂缝 它才会钻进去 然后它就会形成 在山上的一些喷泉 泳泉的地方 但是那个是 比较例外的情况 绝大部分的地面水 在山地的时候 它是留在盐板上 是不会下盛 那 它要出山 那这个出山 台湾的一些很大的河川 出山的地方 那个地名都类似 叫做 takao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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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有名的出口 当然就是 阿里山公路 那个 天堂地球灯 那个吊桥的那个出口 那个出口 就是阿里山西要出海 出山的地方 那 佐水溪 那 一样有一个出口 这个地名是在云林那边 那 就叫做takao 所以其他那个地形 都是类似的 就是 两座山 相对 好像两座 乌甲 在相当 所以叫做takao 另外一个出口 就是那个 高平溪 老龙溪要变成高平溪一样 高平溪出山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也叫做出口 那都是类似的地形 类似的地形 所以在这个出口之前 它都算是山地 那出山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山地的这个胃能 转化成洞能 它释放出来 所以核酸就會经常的改道 掃来掃去 然后呢 在这个冲击山的扇顶的地方 它从山地带来大量的这些土石 比较粗颗粒的 就会对在这个冲击山的扇顶 所以它在扇顶的地方 它会有非常厚的历史层 跟刚刚这个寺老秀给我们看的那个图片 大路山的那个 头哥山层的那个历史层 很类似 好 那因为这样子 它恐惧非常的发达 所以河水流到这个冲击山扇顶的时候 它就开始往地下跑 往地下跑 那这时候呢 你大概挖到地底下五十公尺都还挖不到地下水 因为它很容易就赚到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山扇顶的地方 在台湾大部分的河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下水的补助区 那意思是这个地方也非常的重要 台北地区来讲 我们来讲那个台北地区 台北地区 台北盆地最主要是那个 淡水和流域 淡水和流域 它的扇顶的地方最主要在那个 三峡 一个大汉溪的扇顶大概在三峡那个地方 另外一条是新店溪嘛 新店溪的扇顶是在新店的地方 台北盆地开始有比较严重的水患 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特别是新店 开始开坝 之后呢 这些扇顶的土地都被变成不透水的水泥搏油之后 下下来的雨通通没有办法跑到地底下 通通变成地面的水患 所以这个扇顶地区 它的开发管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所有的淡水层的水几乎都是从扇顶这边下来的 那降雨当然是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更重要的来源是浊水溪本身的流量 那为什么彰化跟云林这个淡水层这么丰富 除了它有这个发达的历史层 就我们刚才讲的彰化断层 那是跨顶搜水溪 所以 当搜水溪流到 彰化跟云林的那条张云大桥 这是连接那个林内跟二水的那条 张云大桥 它大概就在那个 彰化断层的附近 它就整个加速灌到地底下去 所以是说整个彰化云林它的地下汗水层的联通性非常好 跟屏宫那边又不太一样 各位学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 他们那个 媒体在讲那个彰化 在讲那个屏宫的地层下线的问题的时候 都说他们去抽那个几万年前入圣的地下水 彰化云林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地下汗水层联通性非常好 所以呢 山上山边在下大雨的时候呢 海边的井就马上涌泉 马上涌泉 那个联通性非常好 那另外还有从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看出来 稍微讲一下地层下线 目前地层下线最严重的地方 一个是屏东 屏东是目前台湾地层下线 线的最深的地方 已经低于海平面三公尺以下 最严重的是在加东跟林边那个地方 所以每次下大雨 一定都有暴躁加东跟林边 高雄不太严重 海南也还好 嘉义稍微有点严重 那云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最严重的 它是下线的面积最大的 彰化也好不知道哪里去 这几年地层下线速度最快的 都是彰化跟云林轮流在做 一下子是云林的园长 一下子是这个彰化的大臣 一下子是这个彰化的恶林 这几个地方再弄